要佔2500億美元 霍利菲爾德與泰森三番蛋談判破裂 是泰森未戰還是霍利菲爾德獅子大開口 5月29號前後 全王泰森將付出打賞第二戰 對手暫時還沒有公佈 泰森在他最新的一期播客中 對WBC、WBA超級中戰級拳王阿瓦雷茲透露 下一場比賽的時間 去年11月份 過別拳談16年的全王泰森首次付出 對陣拳擊之神小羅伊瓊斯 這次比賽54歲的泰森休猛之事 完全不僅當年 全程碾壓了51歲的小羅伊瓊斯 但可惜這是一場公開的表演賽 最終在經歷了8個回合的比賽之後 迈克泰森與小羅伊瓊斯被判為平局 賽後泰森對於這場比賽也認為非常失望 他說我想在擂台上把對手KO 我認為這才是大家想看到的 事實上在去年泰森宣布復出之後 全民最大的期待就是泰森與58歲的 霍利菲爾德三番戰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 這場比賽遲遲未能成形 要佔2500美元 霍利菲爾德與泰森三番戰談判破裂 是泰森衛戰還是霍利菲爾德獅子大開口 關注點贊 我將持續為你帶來泰森的最新情況 泰森與霍利菲爾德的恩怨 最早可以追溯到泰森被道格拉斯暴冷KO的前一晚 當時最具威脅性的挑戰者 霍利菲爾德與泰森已經簽訂好了 下一場的挑戰協議 但由於泰森大爆冷門 霍利菲爾德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將道格拉斯KO 一下收穫了WBA WBC IPF三條重量級世界金腰帶 然而當泰森在1992年再次計劃挑戰霍利菲爾德時 卻在比賽前泰森肋骨受傷延遲了比賽時間 結果又因為強姦暗入獄 這場比賽一拖就拖了4年連9個月 1996年11月9日 當泰森與霍利菲爾德站在拉斯維加斯米高梅大發源競技場擂台中央時 這場吃來一球的比賽終於上演 但這場比賽的結果也讓人意外 賽前有公司對這場比賽開出了42比1的賠率 對於所有人而言 泰森將毫無懸念的成為最後的贏家 然而比賽中霍利菲爾德裸血打法也激怒了泰森 也讓泰森一直掉進了霍利菲爾德的節奏中 不僅是在第6回合被擊倒 在第10回合時霍利菲爾德多達7-8拳的贏擊 幾乎將泰森逼上了絕路 第11回合裁判眼見泰森毫無反應能力之後 立即終止了比賽 泰森又一次在巔峰中跌落了深潭 一年之後泰森與霍利菲爾德打響了二番戰 這場比賽成為了拳攤史上的經典醜聞 這一次霍利菲爾德利用規則漏洞 將老豹發揮到了極致 這讓泰森非常的惱火 其中在第3回合被徹底逼緊的泰森 咬掉了霍利菲爾德的一塊耳朵震驚了全世界 賽後泰森又以惡劣行徑被取消了比賽 和掉下了拳擊之兆 儘管此後的很多年泰森與霍利菲爾德無兵式前嫌 搖耳朵的內幕也成為了大家茶餘飯後的談姿 但不可否認的是 那一場比賽之後的泰森 對於很多全民來說 當年那個一回合之王已經失去了光環 假如這一次 泰森與58歲的霍利菲爾德三番戰能夠成型 那麽也極有可能打過前兩場 159萬和199萬的PPV購買量 按照之前49.99美元的每份PPV來算 16分鐘比賽的收入將達到1億美元 這麽看來泰森依然還是那個穿著褲衩的硬抄機 17分鐘 最終結束了 17分鐘 30分鐘 16分鐘 大約 205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